现在二手服务器越来疯狂了 硬盘的内存昨天晚上已经出货差不多了 昨天晚上是又有客户定走了是310台服务器 就是华三的49607准系统 12盘位的 还有浪潮的512M5准系统 也是出了180台 其实你们别看这个客户 一下子要这么多 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 就买100台二手服务器的价格 就差不多等于五六台新服务器的价格 所以说 买一台新服务器的价格 可以买十几台二手服务器宽商吧 这样你们就知道 二手服务器的市场行情了吧 现在呢 内存和硬盘就不一样了 这玩意儿也基本没什么坏的 用二手的话用新的 基本没什么区别 再加上现在各大厂商吧 生产厂商就是现在对这个 硬盘内存厂商现在是减产 或者产能不足吧 导致现在国内这种 内存啊硬盘的价格就是一直的暴涨 所以说二手价格现在是跟新的价格差不了太大 也就是新品价格的四五折左右吧 别看内存和硬盘的价格现在这么高 现在不缺市场 就不管我们就是这边有多少货吧 每几天现在基本的都能出完 所以说就是不缺买价 当然了现在是DDR23的内存是比较便宜的 还有SARS的福气硬盘也是真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 几乎都跟免费差不多了 就你看这边就是我让你看 哎呦正好走到这了 你让我看看 就这种的 就这种硬盘 现在就是这个这3T的SARS的 基本现在不值钱了 就百十六块钱吧 现在这种硬盘也不值钱了 几乎都给免费送差不多了 很多人说呀 什么公司会买二手福气啊 买新的不行啊 只能说是你不是老板 或者是不当家 不是这个油盐贵 买一天二手福气就可以能 可能就是一两千块钱 买再新的福气就是三四万 用起来其实没什么区别 你说你买新的还是旧的 当然了 只作为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金融公司 要我们这个处理的二手福气 多是因为他们对硬益设备 都有使用的一个期限的规定 你像互联网大厂 一般的使用服务器 也就是五六年 而金融公司呢 它更扭 一般用三四年就淘汰了 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服务器 出现故障带来的一些损失 但是像我们这个绝大部分的普通公司 那也不一样了 那即使有这个几台服务器 出来故障什么的 一般呢 也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损失 最多呢 就是换一台服务器 换一块硬盘 然后把数据签移过来就行了 我带你们看看啊 现在二手福气到底怎么样了 其实它跟新的就差不多 找一两天看看 现在就基本 跟新的差不多 只是说这种 可能看不清楚吧 这种外壳有什么划痕 但是用起来里面 都是跟新的是一样的 其实绝大部分的服务器 都是在这个乌臣的机房 互联网公司 他对机房要求比较高啊 而且对服务器还会有定期保养 定期清洁什么的 所以说 质量上没啥问题 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啊 有这么多服务器 到底都被什么公司买走了 由于我们的服务器量比较大 零售肯定是来不及的 我们主要的客户就是 全国的零售商 批发给他们了 他们从我们这里是批量采购 一般就是 一下买个大几百摊 甚至一辆一辆千台吧 埋在了以后他们做一下清洗 甚至做一下翻新 留到了全国各地的是零售的柜台吧 还有一些流向的这个淘宝店什么的 就这种个人卖家 就是零售商吧 真正使用二手服务器的公司还是不少的 你比如像一些就是需要十台八台这种公司啊 哦对了 你像做这种CDA或者PCDA 还是做什么IDC的这种公司比较多 他们需要的服务器量比较大 基本上就是动不动就是百八十台起步 说白了 现在还是二手服务器的价格比较便宜吧 甚至都不能用便宜两个字来形容呢 可以说是巨便宜价格极低 我先说是巨便宜价格极低